在理想前几天的事故上 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关于驾驶员的安全设计 你可以看到方向盘在碰撞后 几乎后移到了驾驶位置的座椅上 不知道驾驶员肋骨有没有被透心凉击碎 目前很多品牌在用的机械转向 其实就有这个问题 成员舱被侵入的话 转向柱就会误伤到驾驶员 特斯拉在这点上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来看Model 3的这张转向轴平面图 碰撞后前端会进行形变弯曲 然后放大我们继续看这个一级溃缩区 中间设置了一段可以伸缩的距离 在碰撞后就可以像这样主步手立后伸缩 往上看这个二三级溃缩区设计 等于多了两个上面说的溃缩区域 这里面还有电机 纤维设计 以及连接支架 一些很巧妙的机械设计方案 不过特斯拉在最新产品皮卡Cybertruck发布会上 在48伏电器架构上引用了线控转向 线控转向的装车使用 就可以让这些容易损伤到驾驶员的机械设备转向轴消失 取而代之的换成电机 利用传感器发车信号到电控单元 然后驱动前轮上的电机 从而转动车轮 你会发现工业科技的创新力量是无穷尽的 并不是文字包装一个新型的名词 把造车变成生态造车 也不是在别人的创新机械原理上 比转速 比摄像头像速 就好像前几天小米发布会上的车型速器 除了老雷认真的态度 几乎都是特斯拉多年基础的翻版 很难找到硬核的创新颠覆 对于这两年 国内开始进场造车的玩家 时代的淘汰赛才刚刚开始 你觉得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